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预测给大家一个心理准备 羽囚谋 所以今集想请教你 2024年的立春八字基本上我们就得到了 就是2024年2月4日的下午4点25分 我们知道立春就是每一年的新开始 所以就着这个立春八字 我想全年的整体议仗请教你给我们一些提示 好的好的 多谢你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请给多些支持我们 做齐赞好分享和留言 因为这些动作对于频道的成长都是相当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播无私奉献 达至免费知识共享 绝对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同时影片资讯栏有主播的专业连结和联络方法 观众可以进入网站详细阅读 首先在这里这个版面我们看到有2024年的立春的八字在这里 那么我这么看 其实2024年的整体上都会有一些偏好的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八字在四处上面 那么我们这里会看到有个顺身的情况 什么叫顺身 即是甲木生丙火 丙火生谋土 谋土生金金 即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这样顺着 向天干为之 那就是代表了 有天干顺身的情况 如果在八字的学派来说 天干顺身就代表运程比较顺利一点 顺风顺水一点 那么不会有太大风浪 不会有太大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套享 用这个八字套享 明年整年 其实明年整年的香港经济 或者全球整体上都会有转好情况 唯独要留意了 如果有八字基础的朋友 会留意到 喂 年同日有双冲 月同时有双冲 那是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代表了 表面上的话 如果我们在一个天干 就是表面上我们看到的现象 地支就实现我们的实际情况 那么表面上我们看到开始是步步上升了 香港全年的时候 全世界慢慢开始正常回入鬼道了 而大波背后我们也有暗压底 右上的双冲 双冲的情况 大波未必会浮在上面 因为上面 冲的就比较难一点 因为上面都应该是产生顺利 贪生就亡黑的情况 所以它就 暗地内背后内就都会有受冲突 有些刑的情况 有什么刑啊 人身刑冲 这个是一个无恩之刑 就是很多时候会有白造情况 那么白造如果你套下去政治上面 那么会不会可能是什么 又来过什么大白杖工程 浪费钱 那么不排除 看看政府是怎么玩的 那么剩下的双冲 那就代表可能会有个冲突性 会有个大变化 但是整体上都算是OK的 不差的 所以整体上明年整年的运程 那么再加上 今年 大家想着生龙女龙B那些 大家想着年年都博初一的 正月初一的 以前的正月初一全部在立春前 那么现在今年的正月初一 就全部在立春后的 所以今年 真的生那些龙仔龙女了 刚刚好的 然后这里看到唯有命宫身未巨蟹了 什么意思 来用这个立春的八字去转回命宫的时候 那么如果大家上次又看回我十二星座那个 十二星座运程的时候那个表 那就套下去这里了 那么就看到这个命宫了 就是由命宫开始做重心去看 就是如果我们用香港或者整个亚洲 不要向我 就是以 东京一百二十度 个范围的地区里面去做重心去看 那么命宫就代表了个本体了 整个大环境 唯有天月贵人天管太阴 那么有吉星 那么 都会有血印的 有非人 也有意外 有血光之灾 那么如果血光之一套下去 我们会想到最近的 可能会有多了一些斩行事件 或者可能是一些 伤亡事件 那么也都有些 那些淋淋深深的灌丧 勾交那些 那些小问题 官辅也是政府上 不知道出些什么问题了 然后我们移来看 财、白宫 钱、银上面的时候 明年的经济 正财和偏财 正财上 OK的 大家开始有钱赚的 那么有太极贵人 天解 解神 那么尤其 太极 之前我都说过 是代表玄学 那么所以 明年做玄学家 那班 大家的师傅们 开始都会有些钱赚的 可能大家会着重在各方面的赚钱 或者是 新心灵 或者是新的玄学 新一派的玄学会 跑出来开始有这方面的情况 然后 偏财 可能在说那些赚快钱 那些 偏财有太极贵人 都是有那些 金季的涨声 所以其实 整体上 明年全年经济的财运 不差 多好 大家有钱赚 大家有 有得吃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然后就看回 比如我们看外交 外交的时候 看回这个第九公 对外的经济 外交社会的情报 有紫微隆德 不差的 明年外交情况都挺好 不会有太大问题 持管 但不过可能会多了 政府会多了发布会 那 不过有暗幕 可能 如果我们乐观点看 可能有机会又有钱赚 有机会 我不敢射包单 因为有暗幕在 或者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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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过 工作上面 官场上 就是可能说 喂 但不过大家都在做事 或者 整个做生意的情况 会怎样呢 可能相对差点 问水一点点 有大号栏杆 那么 可能大家会有疑问 喂 明明这里又赚到钱 但不过这里做生意的 又不是不行的 就是什么意思 那么看 是的 这可能会是实质落地的那些 铺头铺铁那些 实体铺 那么可能就做不住 就比较难做 那么大家开始转型回来 转型回来 可能online上网 网上营销 网上 行销的方法 那么各方面的钱都会赚得多 就是可能会有方面 大家的消费模式转型了 那么实体铺就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网上生意的 或者是 网上生意会比较容易赚一点 嗯 那比如说 社团团体 例如可能说 什么党物党 这样的 那么去到这里就看个党 那些派对了 就是那些 譬如什么 政府的党 党派那些 那么会有非印 也会有些意外问题发生 但是整体上 有税解 月得 地解 税盒 桃花 这些 所以基本上 不论任何党派 都会有比较好的情况发生 就是纯粹可能有意外的情况 就是可能有些 小问题小争拗 那么整体上 暂时在这个盘 我们看到 是不差的 那么 不论 外地旅游业也好 或者是 本地的 旅游业 就是可能对外的 对内的 都不差 就是对外 就是说 海外 外地人士 进来香港 那些 如果近的可能大家是 大陆来的那些 南下 可能大湾区过来香港 或者澳门过来的 两边的旅游那边 都OK的 整体上都不差 所以 明年 问题不算大 那么我们可能会看投资 始终香港人都比较喜欢炒股票 那些 投资性的东西 那么数据第五工 一 二 三 四 五 五工 那 投资性的话 炒股票就要小心了 因为这里有洋人病符 陆来瓊天的空性在这里 那么墨月 墨月就是代表 之前我都说是有波动 就是会有变动变化 那么股市上 明年 都会有个大幅度的 然后 都会有破财情况 但是至于是 到底是偏向什么时候 升什么时候跌呢 那么我们会再转另一个 就是去到这里了 就这个位了 嗯 那么我们看下面就行了 那么明年一龙治水 就是什么叫一龙治水 一龙治水其实就在我们这个 八字上面就看到 第几个神 那么如果譬如我们看明年的经济 看第几天去到新金 或者叫整体上 生意前 前景好不好 或者是那个 物价会不会上升 我们可能会看看有多少人分猪 有多少人分饼 那么 收成是否漂亮 看多少人就是牛耕田 那么所以就去到这里的了 就下了下面这个位 那么我就列了出来的 简单一点 那么一龙治水 就是代表明年 和今年一样 那么雨水比较多一点 或者是 降雨量相比较大 尤其雨季的时候可能会 延伸就是明年的夏天 或者是明年的 雨季相对会又是多 八号风球啊 或者是暴雨警告比较多一点 那么然后八日得生 经济回报比较慢 收成相对比较迟 那么代表是好的上升 但不过是比较慢一点 如果你譬如急财的话 赚急钱就比较 难少了 等慢慢收成 那么十牛奸地 十牛奸地 工作量多 封城 收成都几丰富 打不过因为要慢 进度慢 它不会快的 然后三菇把残 那就是因为神年 四负神年的时候 努力就好坏参叛 价格不稳定 就是价格都比较浮动 可能会事上事落 那么因为 做出来的事好坏参参 不能完全付钱 慢慢 叫做摸索 一个定型 虽然没有那么好专 那么政治上 就利人民 那么香港 就是 民心 如果 香港或者 大陆就很难说 去体验到这件事 怎样政治利人民的 那么如果我用美国做例子的时候 明年的整在政治上 例如 那些选票或者是 那些人 对哪个党派偏向 都是以人民为自己做中心的了 就是不会说 明年不会是 特别大利民主党 或者不会大利共和党 反而就看回人民想自己 怎样 那么同样 你香港就可能 政府 明年的政府 政治上 华智里是 什么派都好 那么 都会比较差一点 始终可能会看回人民想怎样 所以做政府 要留意 尤其如果李家超又看的话 最好他希望他看 对香港市民 你不要想着 是上面你要听到 但是明年都是 人民为主 嗯 蚕食狗业代表 蚕肥 简大收成良好 所以明年 整年 这两个我们有 十牛耕地 拜日得生 蚕食狗业 这里看 明年其实整体上 经济上正常 不差 是比较向上扬的发展 三人分饼 就是有多少人分 饼 三个人分饼 就是分饼人少 饼大人少的时候 人人有饭 年景挺好的 尤其下半年 整体经济上都不差 大家开始有盈餘了 嗯 八涂共珠 八个人分鞠 物价上涨 前景 可能会打击 这里明明比较好 但是这个比较差 这里就会是 看回 如果你是做老闆的 那些物价上升 那你生意难做 但是不过 如果你在消费者的时候 消费者个个 大家人人有钱 有钱余的时候 他们自己有钱代表不错 就是问题 消费者有钱代表不错 跟你做老闆 有没有钱做生意 两回事 大家要搞清楚 嗯 所以可能 也配合刚才我说的 做online生意相比较好 做实体铺就可能会比较难 所以这里可能会达到多数字实体步 那么股市上面 明年就应该会是先跌后升 就会是后半年会比较升 升上去 那就会先跌一跌的情况 所以大家会注意 然后明年的三杀位就在南边 这个新子晨属北属水 那助杀就在这里 向杀就在南边 那所以譬如说 简单 我动土的 那我不会向南边 或者最迟 最迟最后 你先向南边动土 那然后 五黄就天灾了 天灾的时候五黄落西边 那西边 其实如果你放香港 如果我只是用香港来看 那就是西九 或者是屯门泉湾那边 要注意 那刚才因为讲过 明年香港会也有血光之灾 有一个意外的情况 所以可能会集中 在那个情况 那如果放大世界 欧美 应该是美国 明年其实都不是太有好处的 会多问题 多意外 那尤其美国 可能西岸这边 就是我这边的西岸 就可能会比较多问题 特别多问题 但是 那明年 由于三逼入中 三逼入中 也代表三逼是代表是非性 所以明年整年 的是非都比较多 多问题 多是非 是 所以整体上 但不过 不算差 叫 如果纯八字上面看 其实OK的 叫 我们经过一个疫情之后 好了 再经过今年一个 慢慢开始转好 其实就 相对向全世界就已经叫稳定 开始慢慢稳定向上发展的了 就是纯粹一个价格 可能现在都是物价高的 或者剧法都没有 没有一个计划的价格 都仍是有点乱 但不过 这么说 我们过了前半年之后 上半年之后 后半年的东西就开始定了 就比较舒服了 大家叫有钱证 可以开一个好年 下年有一个好新的年 那师傅 我想请教一下 大家都怕 有那些大火灾 水灾 旱灾 大地震之类那些 2024年 立春八字看到什么异象呢 2024年立春八年度 两土相冲 亦都有地震的情况 地震我们也要看 当地是不是属于一个板块 香港不在板块上面 所以很安全的 其实 延伸的 会地震的 那么比如 是在 澳洲 澳洲 不是澳洲上面 是澳洲对开一点点 澳洲其实是水板块上面 不过它对开一点 就是 斐济那边 那边火山 它也是在澳洲的东南有新的火山爆发 新的火山的位置 所以那里也相当地震大一点 还有 今年也都在南美洲 地震基率都频密了 所以明天后五黄向西边的时候 明年美国其实地震基率会比较快 如果更 没法 不如比较多 比较密 如果刚好撞症又是日月食的火市区 在美国的时候 在美国这边 那就要更加小心了 因为这个也要配合 究竟我日月食的火市区是不是在那个位置 如果不是其实也 也会有地震 但未必要去到那么高 如果刚好撞症是日月食的火市区 然后又去到五黄那个位 那么地震的基率可能是六级以上 如果我计算地震是六级以上 六级以下的就是普通地震 就是你跟我说四点几级 我当是平常当震 比如你那些二点几的 我当你是车震的 其实是 至于人祸上面 因为有这个 逆马双冲的时候 就是人双双冲 但是无因之后 之刑 还有见到有跟隔这两个位 所以其实基本上 明年都会多血光之灾的 再加上 因为我们已经入 2024年入九运 实际入地运入九运 九运属离火 大家都知道 其实不需要我多说 离火除了是代表文明之外 也代表是离中虚 表面好看不好洗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为什么也代表是跟科技有关 疫情急 还有 火是代表急躁 也都代表有消耗爆发的情况 如果我们放在一个人的情绪上面来看 就是他会是 那些人的情绪会特别 暴躁 受控制 如果再 难听一点 也都会用相对精神病的机率也比较多 那你精神病机率比较多的时候 情绪不需要控制 那你为什么砍人 都相对比较容易一点 争论也比较多 再加上明年因为三逼入宗 是非声响中间 所以大家可能 三句不是 就开始就 泥料的了 就打架 又斩油 又砍油 那香港好处就不能持枪的 那不过美国就 问题大就是美国就因为很容易拿到枪牌的 所以亦都比较相对性 亦都有危险 所以如果 衍生下来 明年其实美 美国 都会比较多枪击案事件发生的 哦 对了 那就小心一点 OK 那这一集呢 就我们用这个叫纳春八字 其实师傅都很好 就是夹杂了有其他一些不同的工具 都给了一个很详细的 picture给大家 那就是 卖定一点点关子 下两集都是很精彩的 因为呢 就会从一些风水的角度 或者真正正正从九运的角度 又再给一些 意见给大家的 大家密切留意了 以及在影片资讯栏 大家都会找到 师傅 在2024 甲晨年十二生肖的榴莲运程的 那里面有一个连结 按进去就可以看到那条片 那下一集呢 我们继续请教王康熙 谢谢师傅了 好的 好 拜拜 拜拜 多谢你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多点支持我们 做齐赞好 分享 和留言 因为这些的动作 对于频道的成长 都是相当重要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主播 无私奉献 大致免费 知识共享 绝对需要大家的支持 和鼓励 同时 影片资讯栏 有主播的专业 连结和联络方法 观众可以进入网站 详细阅读 字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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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点视频 黄康熙风水教室 时间营光幕 见到黄康熙师傅 Hello 大家好 先生 上一集 你就用了立春八字 去分析和 预测 告诉我们 2014年 到底有什么 那今集呢 我就想看入一點點 我們嘗試用這個風水 九弓飛升 因為我知道都有一個方位圖 上一集其實你都輕輕鬆出來的 2024年呢 看看香港到底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異象產生出來 那我一看完這個風水圖 坦白說 雖然我真的完全不認識 但是我起碼都知道有一件事叫二黑和五黃 五黃就在這個北面 然後二黑就去了西邊 那如果我擺在香港的地圖上 在西邊你會想像到可能這個叫大嶼山 或者屯門那樣 那北邊大家都知道 北部都會區 哇 這麼巧呢 坦白說 這三個地方呢 或者地區呢 其實都是現在是大力發展著的 就是呢 換言之一些超大型的洞土 那邊就是北部都會區 那屯門龍古灘那邊又是起到含含聲 那之後呢 這個大嶼山 那個叫赤立角 或者近這個那個廣州澳大橋那邊呢 又是超大型的洞土 我想問一下 如果2024年的盤是這樣的時候 而我們這一年 其實那些工程都是不斷的 會不會是有一些不好的影響呢 這個洞土 多謝你收看焦點視頻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 請給多點支持我們 做齊讚好 分享和留言 因為這些動作對於頻道的成長都是相當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主播無私奉獻 達至免費知識共享 絕對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勵 同時 影片資訊欄有主播的專頁連結和聯絡方法 觀眾可以進入網站 詳細閱讀 先說大嶼山那邊 大嶼山洞土 如果只是在九運盤來說 應該是沒有影響的 為什麼 因為二黑這個位置 因為九運叫生氣星 叫生氣的 所以是比較黃色 不當空星計的了 所以大嶼山其實沒有問題 唯獨問題就是我們在榴槤上面 黑色這邊 五黃飛了進來 二五交加就鬥牛殺 二就吉 五就變空 榴槤五黃衝進來的時候 明年動土就會有問題 這邊 我們再響完空飛聲的時候看法就是 左邊這邊我們叫山聲 就管人丁 這邊就叫向聲的管材 那大嶼山這邊的工程上 一定是花了不少錢的了 嗯 分分鐘可能又不知道 做一做一下 可能地基又不知道出什麼問題 不斷地扔錢 不斷地噴水 就會有這個情況會比較多些 嗯 嗯 那而北邊 北邊的問題就是人丁的問題 五黃這邊就出事了 是 所以這個問題比較大 所以如果 譬如人事出 出人事 出什麼人事 譬如出意外 就是多些命案 或者人多這個 工傷問題情況 這個要注意 這樣 哦 是 那真的要留意小心 那好了 然後然後呢 我就見到這個 這個呢 叫做 大家都經常都很關心的 唐牛的局勢 是不是呢 看著什麼時候打仗 這樣 那我見到呢 這個叫做 那個 等一下 它有個聲 是不是這個東南邊 是 東南邊呢 就是 就是這個 我們 Sorry 我們的那個叫做 東北 我們的東北 那就是這個 這個 對於香港來講的 東北呢 就是這個 台灣 台海那邊 是吧 這樣 那如果在整個中國來講 台海就是在這個東南邊 那我想問一下 喂 如果你知道 有時候 偶爾軍演的 就是 台灣 一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阿爺不開心 就 我們演習一下 這樣 封鎖你的區域 喂 如果動土也算是嚴重 軍演會不會更嚴重呢 會不會有一些 在風水崗位上面有影響呢 明年如果 台海問題的時候 我們 只是工位上面 二百合十就沒有問題的 這個有合十情況 問題就是 明年 我比較集中 可能看 榴槤那個位 這個三匹是非 入中宮 整個年 明年 是非比較多 所以台海問題 相對比較大 那至於 會不會真的 拆槍走火呢 那這個 我們要跳一跳 另外那個尖聲盤 那裏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尖聲盤那裏 我們就應該會見到 那個 這個是二月四個立春圖 是 暫借用立春圖去看一年 火星就代表是戰爭 即是代表是戰火 金星其實都代表戰爭的 除了代表金錢 代表靚的之外 因為金星那裏太白金色 代表戰爭相關 那他 火星和金星 衝是衝不交 不交是代表 這個類似斷舍來的情況 所以其實應該有機會有可能是會有 這個磨擦 擦槍走火打仗 但不過也都因為 幸好他有合到天王星 所以他們會有個變動上面 那至於真的拆槍走火有多少呢 似乎真的看一看阿爺 究竟是 禁得幾多了 忍不忍到 這件事情 但不過我們看到太陽 在這個太陽的軍王 明年整年 那麼香港 不算最大那個 譬如我們算最大大陸那個 那麼阿爺呢 就是 那麼日目相迎 那麼太陽 受到木星的膨脹 還有受天王星的影響 就是代表明年阿爺那時候 啊 問題就開始會 有些自負 可能會 自以為是 因為受到木星的膨脹 自己人可能覺得囂了 那麼 也都會有個變動上面 所以也都 有機會他可能控制到 不過這個要看回阿爺的白線 因為如果我沒有記錯 現在他的白線是 有些記火的 那麼尤其夏天的時候 那就要小心了 那麼 那分鐘可能 這個台海展示文 可能會在夏天出現 嗯 或者是前半年會比較多些 多點磨擦 上半年會比較多磨擦 甚至一個不幸 那麼如果再加上這個 流月飛星撞在一起 那分鐘 不排除有機會 可能真的會拆散走火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台海 就是看回究竟他 爭在哪個月 但是整體上 籠統上 見到的 都相安無事 叫做 如果在中國 就是整個中國大世界 大體來講 但是如果在香港的話 三六 那麼 三是是非星 那麼 香港的東北 就是這個台海 那邊台 就比較多是非 都是走不走的了 對香港來講 嗯 嗯 嗯 但是不想吞走火 就是到時候看情況 因為我們都要注意到這個三 三壁究竟怎麼處理 是 是 OK 那麼跟著另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知道 這個通關之後 就是大家就報復式地去旅行 又或者 就是有些就是北上 那有些就是乘飛機去旅行 又或者甚至乎就是走 那走又有兩個意思 要是移民 要是旅居 是吧 就是這個種種不同的狀況都有 那我想問一下 這樣大家 就是出錯 入入出出入入的時候 其實這個出入理論上 大家就覺得是可能好的 是吧 喂 通關了 對不對 就這樣就說 那現在就是 那又是HELLO HONG KONG 又HAPPY HONG KONG 那又不知道什麼 但是我們看到就是 喂 好像我們出去呢 那些人就很喜歡花錢 進來的又不是很花錢 你看到大陸下來的 那些就是吃兩頓飯 是吧 站在垃圾桶旁邊那裡吃燒賣 就是這樣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這樣的一個動漲 就是報復式 大家都報復式的旅行 但是 會不會好像對香港又差一點點呢 都會 因為 進來香港旅行的那班 其實我們都主要是 讓他們進來消費買東西的 嗯 進入實質店鋪 那這裏都有寫的了 白人塑物價高 因為報復生意前景比較差 本土的生意 即是實質店鋪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是難做 嗯 所以相對其實 就算上面下來都好 可能下來都是純粹打個卡 還有現在大家看新聞 或者網上都看到 那些人下來打卡多 其實不是真的下來消費 快富街 那些什麼快富街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物街 那些都拍照 打個卡 所以其實實質 進來 買東西 對香港這邊實體店鋪就比較難的了 大部分的人都轉去上網網上做 其實都已經 嗯 那如果網上做 他當然沒有必要下來 那他下來都為了我來打卡 所以 所以 旅遊業是好 可能只是旺旺旅遊業 就是旺旺 帶團進來 但不過 對店鋪來說 真的不是一件太好的事 嗯 嗯 哦 明白了 OK 那好了 那接下來呢 我想問一下你 就是 如果我們純粹以這個叫做 九公飛升這個本去看 師傅你覺得 2024年 我們只是說這一年而已 香港政府你覺得它 最棘手 將會面對最棘手的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最棘手的問題 嗯 嘩 這個管理港 除了一二九是吉星 全部都是退運空星 都棘手 正式上 四壁 四六 四六文槍 法律上 例上 那 爺爺那邊 因為入了乾宮 乾宮是最大的老虎 最大的 那 香港最大的 再對上我就是爺爺 爺爺又頒布 不知道什麼 可能又搞什麼 實質 實施什麼法律 那壓下來 比家超 又麻煩的 嗯 然後 那他可能又要上去開會的時候 又被爺爺 左穿右插 因為五紅 入對公 那對日代表口洩 嗯 那你口吃的資災 那就是被人 被人都背脊市分比較多了 哦 是的 那然後 房地產的 那 因為現在見到 其實我們來 大陸這邊房地產都比較差 嗯 那 會不會連到香港房地產比較差 都會 都會比較慢 我不敢說差 就是可能 不像以前那麽多人炒樓 始終走了 走一大批香港人 本地的人買樓的比較少 那樓價也都未跌到 所以其實 比家超應該可能最主要考慮的 反而不是阿爺那邊 反而要考慮回 喂 你怎麽搞定香港樓市先 嗯 這個你搞定那個問題 大家人類人家居住 就是可能 搞定那個儲宿問題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其他東西就容易搞 他可能他要再這個 嗯 要搞定住屋的問題 那還有其他的商鋪的 其實慢慢 整體上都不差 都還可以的 最主要其實他真的要面對的都是那個房地產 那這個房地產 不是 那個住屋問題 其實香港都搞了很久的 這個問題都 是 就是 由 八萬五到現在都未必有 沒有哪有哪一次好過 那我看今次阿 阿 阿李家超就 做好些 不要妨礙這麼醜 嗯 希望而已 是 但是至於說 搞不搞 引人進來香港旅遊 因爲實質店比較少 或者他要想一下如何轉型 吸引多些來香港 吸引一些人來香港投資 其實他需要 不是吸引一些人來香港旅遊 嗯 經濟上他要面對那個情況 這兩個搞不定 其實 基本上 你就算找一大堆 你天天都開幾百團下來香港都沒用 嗯 師傅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 就像你所說 這個三壁星 就是叫做是非星 其實它坐了在中間 而我們這麼巧呢 就是香港那個政府 那個叫特首辦那些位 其實都是 叫做在香港的一個 就是中心位置 這樣 其實會不會都代表 有時候可能真的是那些 整體的一些是非 或者一些好像鬧叫 會存在 會啊 整年 它不斷地被人插 是 它被上面插完 就會被下面插的市民 哦 市民插去插得更厲害 因為對人民 因為明年的政治上是對人民有利的 對市民有利的 市民發聲的聲率會比較大很多 市民插去的紀錄更加大 是 是 至於會不會去到遊行 那我就更加應該 就未必會的 不批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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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一點 我想大家都怕 會不會多多 多些人砍人 多些的 都是啊 是啊 所以它這個 其實是要搞定它 它這個都要處理回 所以它明年 真的背脊周身刀 嗯 近這幾年 那就不要說我幫它說話 那它跟陳婆比 那它叫比陳婆好很多 起碼是陳婆好 是 沒錯 那所以整體上 只要它 搞定樓市 等多些人下來香港 做 投資 做生意 那還有搞定樓市 始終都是那句 做香港很簡單 你不妨礙我 不妨礙我賺食 是 我有大芒樂查法 有啞車頭 就夠了 其實 不妨礙你政府 做什麼鬼 其實 嗯 所以李嘉賊說 記住這件事就可以了 記住這件事 以人民行先 以市民行先為利 那到時你做什麼都可以了 OK 那今集 暫時 一個小小的總結 下一集 我們又會 再繼續請教 黃康希師傅 關於 一些狗運 和2024的話題 好嗎 好的 下集再見 拜拜 好 拜拜 多謝你收看焦點視頻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 請給多點支持我們 做齊讚好 分享和留言 因為這些動作 對於頻道的成長 都是相當重要 更重要的是 我們的主播無私奉獻 達至免費知識共享 絕對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勵 同時 影片資訊欄 有主播的專頁連結和聯絡方法 觀眾可以進入網站 詳細閱讀 打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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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